行不行都好 你趁年輕你做了 至少你二十幾三十年後 再看自己做過的事 都算是無悔的 你好我是DAM 我現在是書人大學生 書人系的學生 19歲的DAM 由中學開始就喜歡攝影 現在開始了一個網上攝影平台 專門協助大專身拍照 始終學生 你付不到那麼多錢 出去找一些專業的攝影師 去幫他拍照 好像外面那些 價錢大家都知道 拍照不少錢 當知道大家的經濟能力 都未必那麼高的時候 我盡量用比較朋友的價錢 去幫他做 分擔他們的資金壓力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 就是令到我自己 又可以存在經驗 做一些人物 就是幫人去拍照 他們做過的事 幫人記錄成一個回憶 我覺得都成就 還有滿足感挺大 那種過程很開心 雖然一定是累 但我覺得那種樂趣 是其他東西給不到我 世界這麼大 DAM有想過 未來會跳出香港這個框框 去接觸外面的世界 學習更多攝影知識 我會覺得香港人 是應該要參考一下的 不可以經常說是香港最好 我覺得又未必是 有時我要參考其他東西 然後再融合自己的特色 到時再出了新的風格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去到日本或韓國 如何留學也好 學習人家 如何留做事也好 對於DAM來說 未來除了想成為攝影師之外 都想創業開設自己的工作室 建立到個人口碑 商業攝影師是一個大前提 我會說這是將來我的事業成 或者十年十五年後 我希望能做到的事 建立自己的工作室 因為始終你給別人的印象 如果有自己的品牌 就算未必要去到很出名 但至少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我有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是代表我 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 可以不可以也好 你趁年輕你做了 至少你之後的二十幾三十年後 再看自己做過的事 我覺得都算是無悔的 至少你肯試 你試過不可以再試 除非真的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或者自己突然改變了想法 我覺得試 無論如何都要先試 不試就要幸福